大家好,我们为你准备的书是《可爱的诅咒》。 请你记住一句话,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,那些好意思为难你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。 你还记得《便利天女孩》吗?这是2008年很火爆的一部电视剧。 剧中的女孩性格温和,对谁都是笑兮兮的,她很敏感,能及时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,她总是小心做事,对于身边人总是有求逼应。 当错误出现时,她总会挺身而出。 没错,她就像《便利天》那样,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她,也可以自由地放弃她。 她是大家口中的好人,她要求自己必须有礼貌,要处处为别人考虑,不要随便拒绝人。 今天,我们把这些自我要求和特征称为可爱的诅咒。 毫无疑问,她们的初心是很美好的,但这份忍让和妥协真的有价值吗? 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的,对方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对待她,觉得她很好使唤。 女孩也会很委屈地自问,我付出这么多,她怎么还是这样对我? 说真的,这还真怪不得别人,要想摆脱这个困境,必须学会走出满足他人期望的牢笼,去做身心一致的自己。 可爱的诅咒作者雅基马森是英国心理协会会员,拥有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双硕士学位,她从事心理咨询15年,同时她也是一位深受可爱诅咒折磨的人。 但庆幸的是,她摆脱了诅咒,这本集合了她自身成长及15年咨询经历的书,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呢? 接下来,我们会从常见的可爱误区入手,去挖掘可爱诅咒的来源,然后一起找到破除诅咒,保持身心一致的方法。 好了,话不多说,现在开始我们的学习吧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,被可爱诅咒的人有哪些表现? 所谓可爱,是指那些把待人友善,当成人际关系唯一标准的人。 为什么说诅咒呢?因为别人提出要求,他们总是想都不想就答应。 你发现没有,被可爱诅咒折磨的人,就是我们常说的圣母性人格。 他们一直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,处处压抑自己,实时强颜欢笑。 他们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?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表现,活在别人的期望中。 怎么理解呢?简单来说,就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,用别人的认可来判断自己有没有价值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被可爱诅咒的妈妈,会有怎样的一天。 早上闹钟响了,她迅速从床上爬起来,一头扎进厨房准备早餐。 可饭还没好,孩子就喊,妈妈,我要穿衣服。 让爸爸给你穿,妈妈回应道,可孩子坚决地吼道,我就要你穿。 小家伙光着屁股在床上玩,一旁的爸爸还呼呼大睡。 圣母妈妈可就不淡定了,因为怕孩子着凉,又怕孩子上学迟到,所以放下手里的活,赶紧给孩子穿衣服。 刚回到厨房,老公又问,我的衬衣在哪? 一通指挥后,老公坚持说找不到,于是,这个妈妈一边抱怨,一边找出衣服,放在床上。 你可千万别觉得事情到这里就OK了,饭刚好,领导就来电话了,你顺道把复印品带过来吧。 圣母女人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,但天知道,这个顺道要绕多远的路。 谢天谢地,这个早上她总算完成了所有人的期待,一看时间,该出发了。 于是,她顶着大油头,放下才吃几口的饭,就往公司赶,总算准时到达自己的工位,但又累又饿的她,就像打了败仗一样狼狈。 你看,这就是被可爱诅咒的人,她不懂拒绝,还要求自己要有礼貌,要有爱心,要不计较,要防止冲突。 总之,在他们心里,爱就是竭尽所能地满足对方,她会完美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,除了自己。 亲爱的,你熟悉这样的她吗?无论如何,我不希望你用这样的善良委屈你自己。 如果你偶尔也会这样,那我希望你好好听接下来的内容,你会有所启发的。 知道了第一个表现,可能有人松一口气说,太好了,这不是我,那我可要提醒你了。 被可爱诅咒的人,还有另一个表现,那就是忽略身体感受。 是不是一头雾水?没关系,我来例举几个场景,你就清楚了。 假设你正在和人聊天,她兴致勃勃地说着,但你想去洗手间,你是选择去洗手间,还是让自己忍一下呢? 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,你做了近两个小时的工作报告,腰疼得难受,但眼看就要结尾。 你是站起来活动一下,还是换个坐姿,继续完成工作呢? 我想很多人会无视身体反应,可能还会给我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,所以会把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当成自我价值的体现。 作者雅基马森原本也是这样的人,他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参加侄女的晚会,明明摔倒疼得要命,还跟其他人说一点事都没有,开车回去的路上都不敢挂挡。 他还是不去医院,因为他认为这点小问题就去麻烦医生,不好。 所以,拖着受伤的胳膊,他还陪孩子去游乐园划船,一直到手轻肿到忍受不了,才去医院治疗。 对于这样的表现,雅基说了这样一句话,我终于得到不使用那条胳膊的许可。 其实,生活中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少,明明身体不舒服,他还是抢着做事。 我们只能心疼地说他逞能,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逞能,请一定要停下来,你不把自己当回事,别人也会把你当空气。 知道被可爱诅咒的两个表现后,我们要自我检查一下了。 怎么做呢?很简单,就是画一个火柴人类型的自画像。 你先找张白纸,画个三角形代表整个身体,再画个圆形代表头。 你可以在头周围加些波浪,这样更接近圣母的形象。 最后,给圆形画个笑脸,因为被可爱诅咒的人,再委屈都会挂着微笑。 还有,最后一个要画的内容,那就是从头部往外画几个方块,看起来就像辐射光那样。 好了,画完之后,就来到第二步,填充内容。 首先是在身体部分,写下那些你常有的情绪、感受及不愿意说给别人听的话,比如愤怒、怨恨、所有人都不爱我等等。 头周围的辐射区里,你要写的是那些你认为应该或者认同的东西,比如说要天天开心,要有爱心,要懂得照顾人,要幽默风趣点等等。 你发现没有?这样一个简单的图文,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你的内心是什么,折磨你的那些可爱诅咒又是什么。 我们后面还会用到这幅画,你可以先放手边哦。 到这里,你知道了,被可爱诅咒的人有两个表现,一个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,一个是忽略自己的身体感受。 然后,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字画像,你更加直观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和外在表现。 不瞒你说,我们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痛苦,大都是紧抓着别人的期待,过着心口不一的生活。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在乎别人想法?又是为什么会心口不一呢?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重点,折磨你的可爱诅咒,从何而来? 心理咨询师亚基马森说,这一切都是从可爱孩子开始的,就是我们常说的原生家庭。 那今天,我会跟你分享两个原因,一个是死板的个人规则,另一个是有条件的爱。 我们一个个来看。 原因一,死板的个人规则。 死板的个人规则,是认知行为疗法创始人亚伦贝克提出来的,就是那些应该,必须,总是,或永远不要的表达。 你知道你的死板个人规则吗? 我想自画像可以给你一些提示,我们先来说说作者亚基。 他担心侄女失望,不想扫身边人的性,不想麻烦医生,所以拖着受伤的胳膊假装无所谓。 你知道他的死板个人规则吗? 他说,从小父母就教会他,不要小题大做。 为了让你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死板个人规则,你试着带入下面这个场景。 你带儿子去爷爷家,许久不见的爷爷掏出一个棒棒糖说,你看,爷爷特意给你买,可孩子在原地没反应。 是的,孩子不喜欢棒棒糖。 我想问你,作为妈妈,你会怎么做呢? 一定有人会这样说,还不赶紧谢谢爷爷,糟糕一点的。 还有人会催着孩子快尝一下,再糟糕一点,会引导孩子告诉爷爷爷,好好吃哦。 你看,可爱孩子来了,一个根本不喜欢棒棒糖的孩子,接过爷爷的棒棒糖,要假装开心地告诉爷爷很喜欢,还要告诉爷爷很好吃。 可能有人会说,这是最基本的礼仪。 但是你想过吗?如果一个孩子在八岁时,就学会对不喜欢的东西假装喜欢,那他到二十岁,三十岁,甚至五十岁,还是会这样做,因为他学会了礼节很重要。 当然,我们这里说的不是礼节不重要,而是我们传统的做法里,忽视了死板个人规则这个问题。 所以,如果你是妈妈,如果你已经深受顾全别人的苦,请一定不要再把这种死板的个人规则传承给孩子。 原因二,有条件的爱。 爱一旦加上条件,就不再是爱,而是交换。 你想一下,你有没有常跟孩子说过类似这样的话? 懂礼貌的孩子才是好孩子,不哭的孩子才招人喜欢。 没错,这就是有条件的爱。 我希望你没有说过这样的话,如果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,他会不断压抑自己的需要,来获取别人的认可。 在这里,我想跟你说一个让我很心酸的例子。 有个妈妈吐槽孩子太胆小懦弱,有一次去游乐场玩, 他家儿子给个尿裤子的小朋友举着小内裤,所以自己没法玩。 在一旁看着妈妈气得牙痒痒,所以孩子跑到他身边时,他问道,你为什么不玩? 孩子委屈地说,别人让他拿内裤,听到这里妈妈更生气了,呵知道,瞧你这点出息。 孩子哭着说,他说,如果我不给他拿,就不和我玩,我就是没礼貌。 你知道吗?这个妈妈跟孩子说最多的话就是,你要学会照顾其他小伙伴,你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。 所以说,一个认为爱是有条件的孩子,会把别人口中的我当成最好的我。 他们内心的语言是,我只有怎样怎样做,我才会怎样怎样。 这也是为什么考试前,很多孩子互问妈妈,如果我考不好,你还会爱我吗? 只要孩子认为爱是有条件的,他就会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讨好和满足别人。 可爱的诅咒也就这样走向他。 到这里,你知道了,可爱的诅咒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两个原因。 一个是死板的个人规则,另一个是有条件的爱。 找到了可爱诅咒的来源,我们要怎样摆脱呢? 这就是第三个重点的内容,如何摆脱魔咒,活出身心一致的自己。 在这里,我要说明的是,魔咒不是一天形成的,也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。 所以,千万不要抱着,一下子就彻底摆脱魔咒的幻想。 也不要因为一些反复和困难,就轻易放弃。 那今天,我会告诉你三个非常实用的方法。 首先是,学会随时坚实身体,让自己活在当下。 我们常说要活在当下和保持觉知,但是很难做到,对吗? 没关系,今天我会和你一起去面对问题,找到实用的小技巧。 比如有很多人会说,我知道冥想好啊,但我忍不住胡思乱想。 没关系的,你可以把所有注意力集中一个点上。 什么意思呢? 比如你在做呼吸冥想,你就可以让身体所有感觉都集中在一个位置。 可以是心口,可以是肩膀,也可以是鼻尖。 就拿肩膀来说吧,你让身体去感受呼吸时肩膀在上升。 呼气时肩膀会下落,只要这样聚焦在一个点,你就会慢慢静下来。 还有人说,深呼吸之后还是不平静啊。 那到这里,我建议你试一下三五呼吸法。 具体怎么做呢? 非常简单。 就是当你吸气的时候数三个数字,或者再简单点,就是连续吸三口气。 那呼气的时候就数五个数,也就是呼五下。 只要你坚持这样做,你一定会平静下来的。 可能有人要问了,我是要破除魔咒,你怎么让我学习冥想和呼吸呢? 其实啊,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,就是保持身心一致的第一步。 如果你都不在乎自己身体的信号,谁又会在乎呢? 所以顺便说一句,再说到身体发出类似不舒服的信号时,试着去满足它。 好了,第一个监视自己身体的方法,我们就说完了。 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,把应该变成可以。 应该是可爱诅咒中,杀伤力最强的武器。 在应该的想法下,我们会产生非黑即白,过度悲观,倚偏盖拳等不合理的念头。 然后就会背负着别人的标准和期待,不停地折磨自己。 生活中,很多矛盾和痛苦都是应该造成的。 比如夫妻关系,会因为牙刷怎么摆放而一顿大吵。 一个觉得牙刷应该投在下,另一个就是不这样放,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辩论,是不是很不值得。 亲子之间也是一样,比如妈妈会跟孩子说,你应该先做作业,再出去玩。 孩子却坚持先玩,再写作业。 亲爱的,我想问问,作为妈妈,你在乎的是孩子做作业的顺序,还是做作业的质量呢? 你一定更在乎后者,对吗? 所以啊,不要让应该随意篡改我们的初心,然后和最亲的人陷入权力的争斗。 而且,你想啊,一个带着怨气写作业的孩子,是不能集中精力思考的。 那在你们家,还有哪些应该呢?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下。 在这里,我想告诉你,破解应该的方法。 那就是,每当当你脱口而出,应该二字时,试着去换成可以,就拿牙刷来说吧。 你改成,它可以把牙刷头朝上,只是朝下放的话,我更开心而已。 你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改变,真的会避免很多无谓的争吵。 因为这个改变会让你从一个固执的人,变成有选择的人。 心理学的萨提亚流派就说,洗筷子的方式有120种之多, 但人们却常常因为纠结于一种而大吵大闹。 所以,亲爱的,别让应该捆绑你,然后吞噬你的关系。 你要做一个有得选的人。 有了自我觉察和思维转变,最后的方法就是清晰地表达。 这就是破除魔咒的实践环节,也是最难的环节。 所以,在这里,我会告诉你三个有用的小技巧。 它们是鼓励性的肯定句式,善用肢体语言和删除永长的无用铺垫。 我们先来说说鼓励性的肯定句式。 鼓励性的肯定句式到底是什么呢? 我这样问你吧,如果你有一个演讲,很多听众都是你不认识的,你会怎么鼓励自己呢? 加油,你一定可以的,不要担心,做你自己就好了。 你会这样说吗? 不得不说,这的确是我们最常用的,但结果往往是紧张一点也没有缓解。 那用鼓励性的肯定句式要怎么说呢? 很简单,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,我有权利把自己放在第一位,我有权利说不,你可别小看这句话。 所谓加油之类的话,还是会让你把焦点放在结果上,但是,我有权利怎样的说法,会提醒你,无论如何,你都是可以的。 这样一来,你就会放松下来,因为你真正无条件地接纳了自己,你一定要试一下,我坚信这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我们再来说说善用肢体语言。 肢体语言研究先驱,艾伯特·麦拉宾说,在一个交流中,肢体语言占55%,说话的方式尤其语气占38%,说话内容占7%,可见肢体语言在沟通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那对我们破除诅咒有什么用呢? 你还真别说,很有用。 你知道的,我们之所以被可爱诅咒,就是因为有些想法限制着我们,让我们不敢明确拒绝和说不,对吗? 那借助肢体语言,你就可以这样做。 比如和对方交流时,挺直身子,看着对方的眼睛,这样你就会变得更自信。 工作中更是这样,跟领导说话时,不要低着头,要让自己看着领导的眼睛,无论你内心刚开始有多慌张。 只要你坚持这样做,你就会变得思路更清楚,也更敢表达。 最后,我们再来说说,删减永长的无用铺垫。 简单来说,就是废话太多,不仅浪费时间,还容易让对方误解,更气人的是,还让对方更坚定跟你提要求。 举个工作中的例子,比如去跟领导谈涨工资的事,这很棘手对吧? 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,但真的能很好表达出来吗? 还真不一定,有些人一进办公室,就开始东扯西扯,不仅没提到工资,还暴露自己很多问题。 再不巧一点,如果领导这个时候接个电话,或者有个新工作,你就被请出来,对吗? 你看,这就是弄巧成拙,一心想着不伤和气,反而化舌天足。 你再试着带入这样一个场景,比如你不想去游泳,但不想伤害朋友,就说,我今天不太行呢。 好了,你觉得对方最可能怎么说呢?人家会很自然地说,没关系,那就明天吧。 你瞧瞧,你退我可退了吧。 所以说,如果你要和对方表达一些敏感内容时,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,我的重点是什么? 或者,你就直接先说结论,比如,直接告诉领导,我找您是想聊一下工资的事。 亲爱的,在第三部分,我想跟你说,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卑微,也不要把别人看得太脆弱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三个重点。 打破诅咒有三个方法,一个是要时刻保持自我察觉,活在当下。 二是把应该换成可以,三是学会清晰地表达。 你还记得你的字画像吗? 现在,我想请你再拿一张纸,还是同样的要求,先画出身体、头部和辐射内容的轮廓图。 那现在,你已经知道了,折磨自己的可爱魔咒是什么,你也知道了如何破除。 那接下来,我们就要重新绘制这份字画像了。 把最影响你的感受写在肚子位置,把辐射区写上你以后的计划,比如果断拒绝,不说废话,关注身体信号等等。 然后,把它放到你看得见的地方,让它时刻来提醒你改变。 当然,这也是你今天的收获。 到这里,你就已经学会了可爱诅咒的全部精华内容。 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。 首先,我们知道了,被可爱诅咒的人有两个表现。 一个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,一个是忽略自己的身体感受。 然后,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字画像,你了解了自己的真实感受,也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。 其次,我们说到了,被可爱诅咒折磨的原因是死板的个人规则和有条件的爱。 这大都来自我们的童年经历。 最后,我们说到了,打破魔咒,活出身心一致自己的方法。 一是时刻保持自我察觉,活在当下,二是要试着把应该换成可以,三是学会清晰地表达。 再说一遍,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,那些好意思难为你的人也不算什么好人。 可爱诅咒看起来是出于爱和信任,但你一定要记得,可爱的诅咒也是诅咒,它会让你慢慢放弃自己的权利,为别人而活。 心理咨询中,那些痛苦不堪的人,大都是极度压抑,否定自己的人。 所以,从今天起,对一切可爱的诅咒说不吧。 看看你手中两个字画像,告诉自己,亲爱的自己,让你受委屈了,从今天起,我愿意为你改变。 你值得这世上一切的好,你无需自责,无需内疚,无需总是小心翼翼。 最后,我想跟你说,人群中,你可以不出众,但你很平等。 那我们这周的学习就到这里,期待与你下一本书的学习,我们下次再见。